貼上而已,所以基本上你至少要知道從哪邊複製,哪邊貼上,然後可以跑 不過當然這個時候是沒有按鈕,它不會自動產生按鈕 所以一個sub,sub頭,門號,sub尾,它這個是一個段的程式 一個頭,一個尾,前面這個敘述是public,public是共用的意思 共用是可以給別的專案使用,叫共用 當然如果你不加也沒有關係,這個public,加跟不加都沒有關係 不過你可以把它改成private,私有的 私有就是只能自己這個專案裡面用,別的專案不能用的話 你可以加一個private,不過基本上那個其實先暫時行 你可以先不用去,知道有這個東西就可以 這個是一個使用的權限的意思 有點像你那個網方,按右鍵你可以給其他電腦使用 或不給別人使用 然後這個function的話一定是從這邊執行 所以你這個地方是從這邊執行 一個function,一個頭,一個尾 接下來當然我們已經知道怎麼run的話 這邊可以這樣run,這邊可以 然後再來,待會我會教各位怎麼去做出這個按鈕 這個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重新再來過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你用貼的 直到這麼一回事之後,請你把這個給刪掉 我們重新開始,這個才是重點 不過各位也不用太緊張,反正你只要掌握最重要的關鍵 學東西就是你掌握到對的東西,其他都用理解的就好了 真的不用死背,因為你死背你真的會背不完的東西 但是其實這些東西我都是用理解的 好,我怎麼寫出來的? 其實我就按照我需要的那個邏輯 我知道邏輯之後我就知道該怎麼做 好,那就跟你工作一樣嘛 所以很多人會問我一些 你只要告訴我邏輯,其實我可以很快把你需要的程式寫出來 但最怕就是你根本自己也搞不清楚邏輯 那就沒辦法了,OK 所以你知道你平常習慣的東西 你都可以很快的把它變成有效率的東西 那怎麼做?首先第一個 一樣是開啟Visual Basic 然後模組打開來 游標請你放在這邊之後 我需要產生第一個SUB 那從哪邊去加SUB? 插入程序 其實在那個VBA裡面 它是把SUB跟Function當程序 OK,程序點擊下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假設先增加兩個SUB 那第一個SUB叫門號好了 也許就跟剛剛一樣,我把它刪掉 第一個門號 那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底下有Public跟Private 記得不要改 這個也不要改 用SUB按確定 它會自動幫你把那個有沒有 頭尾幫你加出來 你程式就寫在這裡就OK了 那不過呢 你們的環境跟我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我的字比較大 你們字比較小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希望字放大的話 記得從工具裡面的選項 選項裡面呢 會有一個撰寫風格 把字,預示好像是9號吧 把它改大一點 至於多大 我想自己按照自己的視力去調整 OK,那現在好像視力越來越不好了 主要是因為看太多這種藍光的東西 所以字可以盡量放大 比如放到12號 只按確定 那大概就這麼大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程式撰寫出來 你可能會需要學會 第一個 就是剛剛講的Sales物件 那這個Sales物件特別注意 先打一個Sales 那特別注意在VBA裡面呢 它不區分大小寫 那我要輸入到哪一個 假設我要輸入到這裡的話 特別注意喔 它的規則是後面的東西輸出到前面 所以你要先告訴它 你要輸出到哪裡 我要輸出到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是第四列 逗點哪一欄 不過它也會問你啊 你可以輸入5 不過呢 輸入5 有的時候用數字 比較不容易表示哪一欄 因為有的時候 比如說你輸入23好了 你可能A B C D E A 數到23 那倒不如怎麼樣 你就乾脆跟我講說是1欄就好了 所以這樣的敘述會比較能夠一目了然 意思是我要在這個14的儲存格裡面 輸出什麼東西呢 輸出一個09 然後呢 串接 特別注意喔 之前的那個是AND對不對 不過呢這個AND 跟那個在資料編輯列上面AND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VBA裡面 它比較麻煩一點 前後必須多空白而已 其他都一樣 09什麼呢 接下來的話AND 那我要去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東西放到這邊來 幫我串在一起 那這個儲存格其實我怎麼去抓取裡面的資料呢 你可以透過Sales 所以有時候突然拿這個來 Ctrl鍵按住 複製貼上 Ctrl鍵其實就是複製加貼上 然後呢你可以告訴他說 你幫我把那個09 然後呢從F4裡面的東西 拉過來到這裡 幫我串在一起 這個時候當然你可以直接指 這個時候當然也不一樣 不用全部寫完 你先寫部分 然後輸出看看 有沒有 91 你想說不是0嗎 問題很簡單 因為這個地方都是數字 數字的話 可是呢 你丟過去它會幫你轉成 都是數字 自動0就幫你去掉 OK 跟那個 那怎麼樣可以不讓它把去掉 其實你AND後面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 -符號 這個時候你把它直接輸出 0又回來了 為什麼 因為裡面有不是數字的符號存在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串接什麼呢 串接這個東西 當你輸出的話 其實跟剛剛規則很像 AND什麼 AND 然後就是把 這個是G欄的東西 所以你就把這個G欄的東西 丟到這邊來 Ctrl鍵按住 有沒有 這邊改成G 不過輸出的話 會少一個0 有沒有 84 那怎麼辦呢 剛剛我們用那個TES 函數 不過特別注意 在 XL裡面叫TES 可是在VBA 它換了一個名稱 它叫Format 我覺得Format 好像比較能夠符合 它的這個函數 的使用 OK 那規則都一模一樣 只是名稱改成Format Format Format什麼呢 後面加一個- 6點 000 後瓜 你應該可以理解吧 反正就是把原來的那個TES 改成Format 這個時候你可以把它執行 有沒有 084 然後 然後 X4後面的部分 其實為什麼我說要浮動 因為你其實就是浮動 就是看著寫嘛 然後執行看看 這樣子怎麼寫都不會錯了 然後後面這一串就是 就是加個空白 按Ctrl鍵 其實按住就是複製貼上 其實這樣比較快 因為它太長了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 就是把這邊改成H 然後龜尺其實都一模一樣 這個就輸出 一個OK了 可是這時候當然只會輸出一個 可是下面這個5怎麼辦呢 當然你總不可能說Ctrl C 然後到這邊的話 再貼上Ctrl V 這邊把它改成5 改成5 然後再下一個改成6 那總共的話有幾列呢 總共會有103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想到 在VBA裡面 假如說你要去做這種 比如說4到103的變化的話 這個時候在任何程式語言 都會有一個所謂的回圈的概念 回圈 這個回圈實際上就是幫你在某個範圍裡面 制定某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就是它可以讓你去變化裡面的數字 比如說4到103 那撰寫的方式的話 其實你只要怎麼樣 在這邊呢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啦 不過也不用太特別實際 它是叫4回圈 4空一格之後 我們給它一個變數名稱叫I 不過VBA它比較方便 它不用宣告 反正這個就是一個變數 按兩下Enter 打個NAS 這個NAS實際上就是NASI的意思 就是說它會先4到NAS就變5 6一直到103為止 這個是它的範圍 然後你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搬到這個中間來 那我的習慣會讓它再縮排一下 因為這個中間是直行 所以縮排 然後讓它再排整齊一下 然後這邊再往上一點點 好 這樣子 4 中間TAB一下 這個就縮排 讓它感覺比較有一個結構 OK 那再來的話呢 你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4有沒有 改成什麼 改成I就好了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這裡面的數字 在4到103做變化 那每跑一個它就輸出一個 所以4輸出一個 5輸出一個 那就跟剛剛一直貼 貼到103是一模一樣 只是我想如果你會回圈 你絕對 如果你要回圈的話 你應該不會一直貼啦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 應該這個公式 其實最後在雲端上就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其實就是三行程式而已 並不會有太多 那如果把它執行的話 就是這邊把VBA叫出來 這邊按個執行 全部執行 那清除的話 其實不用再 就是把原來程式 也一樣按Ctrl鍵 這邊改成清除 因為你當然你可以再插入一個程序啦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不用那麼麻煩 很清楚 然後把這個後面的東西 有沒有 Delete掉 輸出是有一個什麼 這個是沒有東西 那沒有東西 意思是說 從4到103的那個什麼的 幫我把這個丟到這個裡面 就是14 15 16 全部都丟這個東西 那實際上就是清除了 有沒有 OK 所以你們剛剛VBA 這個是算第一個 那你需要學會的第一個 就是後面的東西丟到前面 那你必須認識什麼叫Sales物件 這個Sales物件就是以Sales裡面最 VBA裡面的最基礎嘛 反正每一個每一個出尊哥 你要做什麼存取 後面的東西丟進去給他就可以了 他就會顯示什麼東西了 第二個就是回圈 Fall 這個I是一個變數 把這個剛剛打的東西改成4到103 它就會讓你在4到103變化 然後Nesser 一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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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覆反覆 那當然對人來說 重複的事情一直做會很累 但是電腦不會 你4到4千萬 4到4億它還是全部跑完了 它不會坑一聲 而且速度飛快 也不會做錯 這是它的優勢 重複的事情記得一定要交給電腦 你用人腦來說 你會非常疲勞 那清楚的話實際上就是把門號複製 我都是用Ctrl鍵拖拉的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當然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你們動作也許不會那麼的快 就那麼的流暢 不過你可能還是 我想過啦 回去一定要多多練習 也許你上課沒那麼多時間 給各位充裕的時間練習 但是回去的話 記得啦 一定要回家再做過 這東西其實很快就忘記了 如果你回去沒有做 你下一次來又歸零了 又不知道怎麼做 好 OK 是的 好 OK 謝謝 我可以多多久 我可以做什麼 是嗎 是嗎